5月19日,喧嚣已久的LisaFilm成员金嘉兰 笑完霸凌事件正式揭开音韵 受害者公开发表声明 硬杠韩国娱乐圈资本霸主Happy娱乐 证明了之前被曝光的那份 有关金嘉兰是施暴者的 学校暴力委员会结果通报书为真 并且详述受害人在此事曝光后受到的种种磨难 甚至一度试图兴生 而且父母为了照个孩子被中断了工作 早前,LisaFilm所属经纪公司Happy娱乐 为了保举成员金嘉兰 大肆发布,声明表示 将用法律手段,起诉,爆料者 散布金嘉兰个人资讯等事宜 但一直对霸凌一事 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明 引起广大网友的不满 并且,随着一次受害者不断晒出的证据 和受到Happy娱乐打压的悲惨心情 引起大量韩国网友对Happy娱乐进行指责 直言,起诉是威胁吗 而事发后,Happy娱乐不仅网顾 事实发布了,这是巧妙编辑了 中学乳学初期交朋友时期发生的问题 是恶意陷害相关传染的事件的声明 而且,将金嘉兰定义成 校园暴力的受害者 Happy娱乐的行为,对于我们来说 无疑是二度伤害,并且打击更深 对此,A某一度绝昂的 我死了才能结束的极端想法 甚至到了拒绝上去的程度 一个idol,竟然有如此黑料在身 还可以正常活动 并且,毫无悔改之心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